今天来逗逗家走亲戚了 在吃饭之前 让我把我收服库的视频先讲了 因为太多太多粉丝问怎么穿了 看见没 这都是我收服库的粉丝 我也是 去年二弟还给我试过收服库 二弟这裤的 二弟这个肚子 那全都不鲜辣 让老师想 我给那小蕊阿里亚传的时间是最长的 我去年一个夏天 就是从春天到夏天 还有秋天都穿了 我也是 姐妹们你们收到后来 我现在教一下大家怎么穿 收到后来以后 看像我这样的肚子 妈妈肚 然后呢所有的肉特别多 用力拍看一下抖动的 我们这条裤子是一个5D悬浮裤 它是按照女孩子的身材曲线 腰部的时候比较细 臀围这个地方是一个5D的形状 然后呢 拉的时候在我们臀围这个地方卡着 比如说现在我这样卡在这里 拉的时候有点难拉 是很正常的 而且我的屁股是偏小的 然后呢有一些姐妹臀围胯骨这里 支出来的 那看我这样子 整个拉的时候卡在这里 好 蹲下来做三个深蹲 三个深蹲了以后 你立刻把它往上提 看到没有 立刻把它往上提 拉的时候用力拉 拉到一半 就整个拉到这一半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 停下来做第二个动作 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卡着 我们把大腿往上扯 然后这个当步的时候 直接卡着我们三角区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我们的手指头 看一下 往下面拉一点点 大目手指头 大目手指头 卡进去 卡在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 用力往上扯 看到没有 扯 拉到我们纹胸拼接的地方 来看一下 一直拉上来 非常非常的轻松 姐妹们一定要穿到纹胸拼接的地方 他把所有的肉 全部整个按照我们的体型曲线穿好了以后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看到吗 大腿粗的可以穿 臀围下它扁的可以穿 肚子漏特别多的 看一下我现在有曲线了 希望所有的姐妹按照我这样穿 完全没问题 感谢观看